看看新闻网 过了十年的婚姻 可是最近妻子小范 却萌生起了离婚的念头 这是为什么呢 她用我的围巾勒我的脖子 我感觉到我的气管 已经在变形 我觉得我的大脑 已经在充血了 我说我听到这个字 我很恶心 很反感 我知道她在胡说 知道吧 我说我勒死你 我说这人死命 需要多少时间 科学的解释是六个 那么这对年轻的夫妻之间 究竟发生了哪些 离奇的故事呢 今天收看 每人嫁给英雄后 能收获幸福吗 上集 家长里短不用愁 都来找我们老娘舅 各位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 每晚播出的 新老娘舅节目 本节目是由娱乐频道 和上海市司法局 共同主办 我们的调节 不收取任何费用 而签署的调解协议 具有法律效力 那么今天到现场 来进行调解的是 我们都很熟悉的 著名资深媒体人 黄飞雪先生 欢迎你们 而打电话来 向我们求助的是 小林 林先生 是吧 好 林先生 那个跟我们讲讲看 今天找到我们 是有什么事想要解决 三个月前 我和我太太之间 有一些矛盾 然后你一言我一语 从小事情最后 就发展到 比较 问题比较大 到最后 我发展到动手 然后 对我太太造型的 一些伤害 然后我太太 现在就是 从上个月十五号搬出去了 然后她的想法是想要 跟我离婚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我们两个毕竟是有很深的感情基础 都是很艰难地走过来的 然后我也自己还一直还在深深爱的她 然后我就是不想离婚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太太 太太是姓范对吧 太太的这感受到底是怎么样的 来 我们把小范也请上来 坐上来好吗 太太这边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跟她离婚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十年来这个婚姻生活 我觉得她太不顾家了 太不顾家了 太不顾我们了 太不顾我们了 我现在我们要问问看 她到底在行为上对你 是不是真的有暴力 有 她用我的围巾勒我的脖子 她为什么用围巾勒你的脖子 就是因为我跟她吵架 然后吵架原因是因为去年年底 我说我妈她那个发那个老梗 她那个就差一点倒下来 因为那天刚好是我爸前一两天回去了 就在她旁边 她要倒下的时候我爸扶了她 去医院了 去医院了 还好 我就说我妈身体不好 我也没说她发老梗了 我说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说你作为一个女婿 你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回去问我一下 她说我不知道 我没钱 我不知道号码 我不知道 我说你不知道号码 你不会问我吗 她说我不知道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不知道 我说那这种日子过什么过啊 她妈生病的时候 我就跟前忙前忙后地跑 那我妈生病的时候 你就刚都不知道 那我本来我就 这种日子过得就挺心酸的 挺贤心的 我不管过怎样的日子 我从来不会跟我父母说的 我从来不会跟我父母说的 后来我本来是因为要年底才回去的嘛 我就临时 我就说我提前几天回家 我就收拾东西 我就直接回我的娘家 然后她跟我吵 她说你回娘家了 你不回家过年 你儿子也不要了 你家也不要了 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妈生病不好 我总要回去看看她吧 就算我没钱给她 我总要回去看看她 老人有的时候 不一定就是说 希望你做儿女的 一定要拿多少多少钱给她 她只希望她能看你一眼 在她不舒服的时候 你能回去看看她 她就跟我吵 然后我就不管 我就回去了 我就收拾我的衣服 你就一个人回去了 对 我一个人回我娘家了 我不要求你有多少多少钱 我不要求你给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要求 你最起码我的父母 最起码你都不尊重 你为什么不陪她去看看妈妈 或者打至少打个电话 比如说我给她家里打电话 打电话每次打都打不通 所以她每次跟我说 我说你家电话 我不知道打不通 每次都是这样 家里面的电话 她家原来有固定电话 固定电话拆了 手机电话经常换 然后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就是 她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打了 但是打不通 后来我是这样想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呀 刚才找到她 找过她 说你什么过年回不回来 对不对 对 那么你非常简单 你跟她讲 然后老婆 你听我讲 你跟她说老婆 你把电话给妈听一下 我跟妈说两句 对啊 不就结了吗 对啊 因为我预计就是过年 我过去亲自人过去看的 我是这样的 预计是正月初二过去的 后来你去了吗 去了 我预计是正月初二过去看 然后把他们家人 一起接到这边来 因为本来就是 我儿子就是十岁生日嘛 我预计本来就是 在上海这边就打算好的 那后来去了以后 你有问妈妈吗 我问了呀 妈妈都说 现在没多少事呀 我问这个事情 但是从妈妈这个脑梗 到你去过年 当中隔了多久啊 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对一个多月 所以我就说 病人当然是第一时间探病 问你怎么样了 对不对 你都过了一个月了 那人家事好了呀 人家什么叫雪中送炭啊 就是人最最紧急的时候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最需要问候的时候 你给到问候 那个是对的 但是我想问你 他怎么会拿司机勒你呢 他勒我是因为 就是说 那个时候 我一直摆在心里 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离婚 我一直摆在心里 我一直想离婚 我一直摆在心里 你觉得虽然他去了 你还是也是完了 我还是想要离婚 我还是想要离婚 我就觉得 他现在就不尊重我父母 假如我父母有一天 躺在病床上 需要用钱的时候 他说我没钱 你要什么 你是他女儿 你什么什么 我不管 那我怎么办 那我要这个男人还干嘛 我说你别跟我过 我说我们离婚吧 我这日子怎么过 根本就没办法过了 他说你跟我离婚是吗 我说是啊 我说你外面有男人 我说我没有男人 那么为何丈夫林先生会突然质问妻子 是不是有了其他男人呢 难道说他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吗 对此我们特地在场外采访了丈夫林先生 他如果说外面没有第三者 没有新的第三者的话 我们之间我认为还是有感情的 没有第三者一切都好做 我的缺点我认为我可以为了他我去改改掉 看来丈夫林先生也不太确定妻子是否有了外遇 那么回到现场后 妻子范女士又愿意说出真相吗 他说你跟我离婚是吗 我说是啊 我说你外面有男人 我说我没有男人 他就说你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然后我说我没钱 你钱你肯定存了十几万 我说如果我存了十几万 我肯定做不正当的工作正来的 如果我做正当的行业 我不可能我存了十几万 但是现在你告诉我他怎么会到突然就到上到撕金的这个桥段 他就打嘛 就骂我嘛 怎么打你 他就骂我嘛 骂我说 说我外面有男人 说我不要你啊 我说我是不要你 我说是的 我是不要你 我说我天天在外面找男人 我一天换一个 说不定我一天换好几个呢 我是不要你 我说我 你不是说我有钱吗 我有钱 对 没错 我有钱 我说那钱都是我做妓女 我卖来的 卖来的钱 我说 他说那你在哪里卖啊 我说 我说你要问干嘛 他说我好去光顾一下啊 我说你不每天都光顾的吗 你每天光顾你也不给钱的吗 就这样嘛 他火大了 他就拿我的围巾背我 我插一段啊 这部分你有语言暴力的啊 你对你的丈夫用等等等等以上一串语言 这也是属于语言暴力 所以家庭暴力不分男女方 我就真的很想问你啊 我觉得性质比一般的打药可怕啊 因为用撕金是真的累得死人的 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怎么说呢 我这个宅男 我对两个字很过敏 妓女 两个字我非常过敏 上次他家的一个哥哥过来了 我也跟他说过这个字 我说我听到这个字 我很恶心很反感 我知道他在胡说知道吧 我说我勒死你 我说他这段时间那个在那里 我说我勒死你 我勒一勒一下立马就放了 也没有很长时间 就啊我勒了就放了 当时受伤了吗 受伤了 那怎么受伤 他勒我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的气管已经在变形了 我在勒死后我在想 我不想活了 你勒死我算了 我没有反抗 你就放弃挣扎了 我放弃 我没有反抗 我一点也没有反抗 但是他把手放开了 他勒了 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大脑已经在充血了 你知道吗 撕金勒死人 这样啊 让他不能 只是瞬间的事情 不能呼吸 撕人死命需要多少时间 科学的解释是六秒钟 不止头颈折断啊 那是指不能呼吸压迫动脉 可以六秒钟 撕人死命 所以你这个动作 危险性非常大 从夫妻俩的这段话中 我们能明显感觉出 丈夫林先生和丈母娘的关系 肯定是存在问题 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 是不是当初两人的结合 受到了女方家人极力的阻拦呢 而这来自不同地方的两人 又是如何相识的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叫什么 计划 都是她的 换星浪漫时刻 在一起 心更紧 多乐事 多才开始 我简单 安静 爱萌 我大胆 华丽 肆意疯狂 张扬到底 刚人混搭 我就正外 麦当劳黄金脆果 麦翠峰 你知道挑选大米的诀窍吗 你又知道 如何选购酱油吗 你又是否知道 吃醋的危险 你知道长期食用地沟油 会不会融吗 欢乐星期二 请来权威专家教您绝招 从此为优米酱醋而困扰 那是小妹妹的 看 既是武林外传之后 宁财神七年磨一剑 八十岁以上不能干 坏 我们鸟鱼 鸟鸟鸟鸟鸟鸟鸟 不好意思 让我们一起一起做什么 说什么 交个朋友啊 谢谢 交个朋友啊 绿菌口香糖 清新口气 你我更亲近 12块钱啊 那料一定要足 生菜要够新鲜 酱要够多 肉要烤得刚刚好 再多加一块肉呗 只要12元 在肯德基就能尝到 两块喷香四溢的烤肉 搭配新鲜生菜的 香嫩双层烤肉堡 现已加入豪华午餐 今天有两块肉 是的 豪华午餐 还有更多选择 英雄救美之后 能否收获美满婚姻 他用我的围巾 勒我的脖子 我感觉到我的气管 在变形 我说我听到这个字 我很恶心 很反感 我知道他在胡说 知道吧 我说我勒死你 瘋子成婚的两人 又遭遇了 怎样的考验 就因为这个 他很恨我们家 说我们家 杀了他孩子 还是怎么样 美人嫁给英雄后 能收获幸福吗 上集正在播出 我们两个是 01年吧 01年在哪儿认识的 什么样的情况 她是做厨师的嘛 然后我嘛就是 因为家里面人 家里面邻居就说 去南京打鼓也挺好玩的 说什么做什么餐饮也可以的 我就做那个服务员嘛 她做厨师嘛 我们就这样认识的 谈恨爱谈了多久结婚的 也没说什么就谈恋爱吧 那就说大概 一两年这样子吧 就是落落续续的 大概一两年这样子 当时可以这么说的时候 我当时呢 谈对象的时候 我一开始跟她说 只是交一个普通朋友 根本就没有拉她 因为我大她应该有八岁 大她八岁啊 对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拉她 当女朋友 我第一个感觉就 这小孩就是说 我拉她当小朋友 就是当一个妹妹一样 看待她的 然后当时的时候就是说 她很多东西不会 然后我说我教你啊 忽然有一次我记得 就是说她做东西 不会做 我就 我作为一个师傅嘛 她做得不好 我就会骂她 讲了她几句 对吧 然后她就感觉很委屈 然后就 给我妈讲哭了 然后跟我 我岁数比她大 我讲的 哎呦 我是不是说得太重了 然后我就哄她 哄她嘛 然后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双方之间就是感情 有一点微妙的变化 然后大概过了一段时间 我从那个饭店辞职 然后她也跟她辞职 那个时候她准确说 应该满18岁 是19虚岁 我记得很清楚 19虚岁 然后不做了以后 在外面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找工作 那个时候找工作 不像现在有很多的部门介绍啊 以前找工作 就是那种地下的 黑的叫做劳务市场 自发的那种 然后我们都在那边找工作 找了几天 她怎么记 完了就是 被人骗到一个 从南京骗到 镇江一个地方 一个很小的地方 很小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当时在劳务市场 还有几个朋友说 你那个朋友被 什么人 带上车 带到某某某地方 说那个地方 我知道不是什么好地方 那我一听情况不对 然后我说嘛 那么这样的话 不对的话 我说那不行 她一个小女孩子啊 虽然说她现在还没有跟我确定男女朋友关系 但是作为一个跟我一道的 终归我觉得 我不应该放她一个人出去冒险 是吧 然后我就 赶紧就是 她因为她已经走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 零几年的时候还没有手机 只有呼机 她留了一个呼机 就是打了一个呼机号码在我的 打了一个电话号码在我的呼机上面 然后我就凭那个号码 一直查查查查查到镇江 到了镇江不对 又跑到镇江下面一个 下面的一个市好像富阳 然后富阳也不对 又下去到了一个乡村里面 一个很小的一个镇 在一个地方找到了她 找到了她嘛 那么当时 环境并不是一家饭店 并不是一个饭店 而是一个娱乐场所 那么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小贩被骗了 那么我就要去 我当时就找到 他们那个娱乐场所的负责人 负责人应该是 应该有点黑道的背景 当时我去找她谈话的时候 她找了很多小贓 我去到门口 拿烧的 拿棍子 就是说 你要是不实现 我就让你走出这个地方 那你后来走了吗 没有 我后来就是 我心里想要活出去了 我把我所有的东西 往她那个老板的桌上一扔 我说我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 你看什么值钱 后来说我人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我今天一定要在小贩座 后来具体什么情况 很细 很多细节 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当时记得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女的 有一个女生说 跟那个就是老板 可能是老板的太太还是什么人 我也很清楚 然后就跟那个老板说了一句 说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 甘愿这样的 说抛出一切 敢要带她走的话 他说你这样的人 我很钦佩 这样的 他后来就跟那个老板说了一句 你说问问小贩的意见 是吧 他如果愿意走的话 你就让他带她走 是吧 我看到这个男人也挺不错的 然后那个老板呢 也就跟他说了 然后就跟我说了 说你这样的话 我看在说我太太份上 我说我放你们走 你只要他愿意走 我不拦你们 最后嘛 我根本就去跟他说了 我就说你要跟我走吧 我说我带你走 我说那边还有你的朋友 在那边 当时他说呢 走 他当时在那边 也认识几个小姐妹 小姐妹也劝他跟我一道走 因为那个地方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应该不是那么好地方 我那 走啊 我们走 走好了 大家都走了 走了以后 我们从那个地方出来 走到路口 大概不到500米 后面有人冲出来了 为何说好要放他们走的黑帮势力 会在小林和小范走出去没多久后 就冲出来呢 难道说他们是出尔反尔的吗 而一心要保护小范安危的小林 在看到这样的景象后 又会做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肯德基活力早餐 被弹卷新诞生 柔滑蛋液 经过上百次的旋转 小火煎制 双面翻腾 香嫩蛋卷皮 卷起薰鸡肉和爽脆生菜 另有油条肉香口味 肯德基新被蛋卷 有限时尝鲜酱 柔嫩在口 活力在手 卖牙的香气 行家呀 尝尝我自创的拔丝煎面 看起来不错 吃起来更不错 这个面甜到掉牙了 是你牙齿不好吧 大叔 来 易达 我知道 吃完来两粒 你还有想法 跟我学做菜吧 你谁呀 大叔 易达 光碍牙齿更关心你 吃完喝完 叫易达 使劲啊 你瞧什么呢 这叫 墨鱼 墨鱼呢 悟空 休得无礼 无礼 你是无礼呀 这我没见过比你弱的 只有你 恶火 快来一条势力架吧 一恶就手软 嗯 怎么样 嗯 走如你 横扫兴饿做回自己 势力架真来劲 你的皮肤每天都在吸毒吗 吸毒啊 这什么东西啊 全部都不合格啊 怎么拍毒啊 需要五种重大的抗氧化的成果 大元素啊 笔记本拿好啊 晨晨全新本期 将你无独过好生活 每天至8月31日 登陆东方网 通过定点或网络报名即可参与 我的中国梦 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 抒发美好情怀 畅想中国梦 准备 早餐来了 薯饼咖啡不加奶 还有 培根蛋香煎饼 新的哦 多挑剔 也是一爱的早餐 麦当劳培根蛋香煎饼 碰上彩虹 吃定彩虹 走啊 我们走走好了 大家都走了 走了以后我们从那个地方出来 走到路口大概不到500米 后面有人冲出来了 最上来 说问他认识我多久 他说 时间不是很长 后面那边一个人说 你既然认识他的时间不长的话 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 好多天了 因为我找他的时候 费了很多天才找到那个地方 我说带他走 人家说你有钱带我走吗 是吧 那个人说你有钱带他走吗 我说那是你不管 只要我出去了 从你这个地方出去了 我有我的办法 是吧 那么他们就说 听那个人说我 又没钱带他走 又说认识的时间不长 跟他走 跟我走 都是一回事 他又不走 他又回去了 这我就心伤了 我当时心里都这样想 作为一个朋友 我的责任尽到了 我找到你 也有这个机会 把你从这带走 对吧 但是你当时没有从这走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我当时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问问看这个小范 当时你为什么不跟他走 因为就说那个时候 我确实也考虑过问题 我认识他也没多久 那我跟他走了 我到那边 我还不知道怎么样 那我说不定 我在这里就是安全的呢 就当时感情 没到那个份上 没有 就只是说同事 关系还不错 是吧 对 好 但是我觉得你这边的 当时的这种感情 可能已经超出了 对同事的这种关爱 这个听起来 特别像这种江湖儿女的 这样的故事 有这个故事 但是你这么义气 但是当时这次 没有把他带走 对吧 那当时心里 是不是还有点沮丧了 对很沮丧 因为你想想看 我在南京抛弃了工作 带上所有的金钱 自己的所有的钱去找他 找了很长时间 完了 只凭了一个电话号码 找到那个地方 不断地摸索 最后找到那个地方 找到这个人 也可以说费尽了千辛万苦 才找到这个地方 完了从他走了以后 一个月以后 他也打电话过来 我到今天为止 十年了 我问他 他也不说 我到现在都不确定 就是说 一个月以后 那个电话号码 到底是谁打的 那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 到今天我问他 他也不承认是他打的 他打给你说什么呢 那个电话 一个呼机打过来一个号码 我又打过去 我说 因为当时那个号码 我知道是镇江 我一打过去的话 我想只有他 会打给我电话号码 我打过去又问 是个饭店 刚刚我说 饭店饭店 有没有个姓饭的小饭 人家说有有有 他说有 后来那就是经过言语 上面沟通 他说他想回来 刚刚我说你回来 回来就好 那我在这边接你 大家第二天 那不就证明了 这个电话是他打的吗 他说不是他打的 是不是你打的这个呼机 不是我打的 你看我到现在 大概是谁打这个呼机给他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未知 谁会打的一个号码 而且我的呼机号码 如果不认识我的人 不可能有的 以前是传呼机 就是你不知道 但是你觉得小饭 为什么要就是隐瞒 是自己打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如果他打 这个不是很重要 这个我不在乎 因为这个东西不重要 对的 这个不说明什么 不能说明 这个不是事 我只是在阐述一个事情的过程 所以你找到他之后 你把他这次带回来了没有 所以这次他自己过来 我去接他的 到火车站 到上海那个南京火车站 我去接他的 从那个开始 准确地说 我们两个从那个时候开始 正式确定男女朋友关系 应该这样说 小饭是这样子吗 对的 差不多 然后说应该是准确的 等一下我问问看小饭 为什么第一次他带你带不走 当时感觉还没到 对吧 怎么第二次就能把你带走了 怎么说呢 因为那个时候嘛 我在一家饭店里面做嘛 做服务员 我在后面做事情 就是洗那些洗菜嘛 然后前面人就叫嘛 他说小饭小饭 你有电话 我说谁打的 不知道 我说是男的是女的 他就说是男的 然后我就去接了电话 我一接是他 然后他就问我在干嘛 我说我在做事情 我问你在哪里做事情 我说我在一家饭店里面做嘛 然后他就说你你在那怎么样 你要回来嘛 我说我打算回去的 他说你要回来的话 我就去接你 然后就说是什么时候回嘛 然后他就在车站接我嘛 接了我之后后面嘛 我就在想这个人可能真的还可以吧 然后我们就慢慢慢慢相处嘛 这事真是奇了怪了 丈夫说是有人暗示他打的电话 而妻子却说是丈夫主动联系他的 但是至今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电话究竟是谁打的 我们就暂且把这称之为缘分吧 之后两人也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而就在甜蜜的恋爱 持续了两年左右后 小林和小饭却因为一次意外怀孕 而开始谈婚论嫁起来 那么他们的结合 能得到长辈们的认可吗 然后后来嘛 就是两家人谈婚事的事情嘛 闹得不愉快 后来我们 我就把孩子打掉了 那时候小孩已经五个月了 打掉了 那个时候你多大 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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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十八岁吧 应该是算起来 还打掉了 打掉了 就因为这个她很恨我们家人嘛 说我们家人 杀了她孩子还是怎么样 来我们问问看丈夫这边啊 小林是不是这样子 应该说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谈婚论嫁的时候 等于说我就去了她家 去了她家的时候 当时小饭已经怀孕了 就是说怀孕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是一年以后 有一年的时间了 去了她们家嘛 按说嘛 应该说我们要讲女婿上门 是吧 让我们娘该怎么说怎么说 当时我老藏人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她老藏人老藏人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 她不知道 应该是看我 看的不是很对眼了吧 应该说是 我去了 老藏人就丢给我一句话 拿三万六过来 女儿你带走 在那个时候工作多少钱一个月 我们的那个时候工资大概一个月大概在四百块钱左右 四百到六百之间的 算不错的工资 三万六相当跟什么概念 相当一个人大概是四五年的工资 四年三四年的工资 我当时确实不会有那么多钱 对吧 有那么多钱也许我会 就是为了小贩也许我会给 但是我确实没那么多钱 当时我说 爸我说你这个价钱 我说你这个这边的他们那边正常的财你 我问过的 应该在六千六百六 六千六就是说是个吉利数字 是吧 六千六 相对来说应该说这个数字是比较靠谱的 然后呢 我说我拿不出这个钱 他家里面也就不同意 不同意吗 根本我跟小范两个 当时他就把我赶走了 把我就不让我在那边待 然后把我赶走了 过了大概一段时间呢 我打电话跟小范说 我说那你们要不我们先出来啊 他当时也就跟我出来了 然后跟我一道回了我家 回你老家 对 跟我一道回了我老家 那你父母是怎么看你们那样的事 我父母很高兴啊 我是长子 根本应该这样说 在外面带了一个媳妇回来 家里面农村里很开心 孙子都有了 对 都很开心的 根本既然带回家了又有了孩子了 根本就是找了 就是按照农村里面习俗 找了没人 对吧 然后就上他们家去提亲 这个应该是后面的事 当时应该是 我老丈人应该是找到我们家来 老丈人蛮厉害的 凭到我一个姓名 凭到我一个大概的地址 他不知道我家在哪里 找到安徽去了 对 找到我们家 你当时的准老丈人找上门来 跟你们家人说了 那么不同一女儿 这门婚事的小范父亲 究竟为什么要去小林家呢 难道说是老父亲松口了吗 而最后小林和小范 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结婚的呢 欲知详情 明晚请继续收看 美人嫁给英雄后 能收获幸福吗 下集 好 好